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豪离家不想开工三个月 陈一薇分享天伦落 叫不舍得 陈豪即将为无线新剧 企业强人到深圳拍摄为期90日的外景 既是爱妻号 亦都是好爸爸的陈豪 在出发前把握机会 和老婆子女一格五口到酒店向天伦落 太太陈一薇今天在社交网分享照片 留言指老公将离港拍摄 很不舍得地说 我们挂着你了 坦然分开三个月 感觉很漫长 陈豪早前受访表示 希望能够在圣诞节前完成拍摄 以便和三名子女一起过圣诞 老婆也会带子女到内地探班 女象安小胆怕死坐热气球 Jeremy说 不鼓起勇气 为什么解锁to do list MIRROR一行12人飞到澳洲拍摄团中 昨天Edan放上彩热气球的美照和影片 不过一向位高的Edan就说 自己是一个既不浪漫又小胆 怕死怕高的人 多谢节目组给机会 令他踏出舒适圈 Edan又指原来彩热气球 不是想象中那么恐怖 真是好美 他最后又搞笑话 当然有些东西都是可面侧面 队友Jeremy就回复Edan 不鼓起勇气 为什么解锁to do list 所以有些东西是要做的 不可以避免 这一段对话令不少网民猜测 Edan之后会不会有更加难度高 和挑战性的环节 例如跳降落山等等 网民就留言 是不是有什么启示 Jeremy是不是打算带Edan玩完跳山 体温和深夜 中间提到剑 压电讯 血态 似手 发生 我也棋 血态 都 骨头 骨头